园艺是一门有趣而有用的学科 它涉及到植物的科学和艺术两个方面 它不仅包括了我们常见的花卉、蔬菜、水果等园艺作物 还包括了食用菌、茶叶、药用植物等特色作物 以及城市绿化、风景园林等环境美化方面 那么,学习园艺的话将来能干什么? 园艺专业的就业方向和前景如何? 根据我搜索到的信息 园艺专业的就业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从事园艺生产和管理的工作 如在农业企业、合作社、农场、园林单位等 从事树、蔬菜、花卉、茶叶等的栽培、育种、病虫害防治、筑藏加工等 这类工作需要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知识 从事园艺科研和教育的工作 如在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等 从事园艺相关的教学、研究、咨询、规划等 这类工作需要较高的学历和创新能力 通常要求硕士或博士学位 并有一定的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 从事园艺创业和服务的工作 如开设花店、苗圃、盆景工作室等 或者提供园艺设计、顾问、培训等服务 这类工作需要较强的市场意识和经营能力 通常要求有一定的资金和人脉 并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 总的来说 园艺专业就业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随着人们对绿色生活方式和健康饮食的追求 以及城市化进程和生态保护的推进 园艺产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需求 但是园艺专业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竞争 如技术更新换代 市场供需不平衡 行业标准不同一等 因此 想要在园艺领域取得成功 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 还要有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我们下期待